女人被五花大绑起来 接着被示意酷刑 她跪在大帅面前哭哭哀求 大帅一脚把她踹翻在地 然后用被子把她包裹活埋了起来 可当尸体再次被挖出时 里面竟然变成了大帅的九一太 大帅叫来九一太的丫鬟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昨晚九一太和别的男人撕会去吗 具体是谁丫鬟也不知道 无心知道这一切肯定跟十二一太有关 为了防止在初始 她把自己的血画在门上 然后画下几张符咒 让月牙分发给其他的一太太 月牙在分发符咒的时候被大太刁难 她自认胆量过人神鬼不清 拒绝收下符咒 大太太不管月牙的阻止非要出去 我儿子饿了 我就给她拿点吃的 里面这么多吃的非要出去拿呀 那些喂猪的 我儿子不吃 她只吃羊饼干和巧克力 副官让她先回屋休息 这种小事吩咐她就舍 副官来到存放食物的房间 就在她拿起一盒糖果时 房顶的灯突然忽明灌起来 吓得她把糖果撒了一地 她连忙蹲下去捡 就在这时镜子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副官想要逃跑可为时已晚 门被牢牢关了起来 那双手缓缓从背后伸向副官的脸庞 你不是说 你心里全是我 把你的心挖出来 给我看看 副官仿佛中了血 手里的刀不听使环朝着心脏刺了下去 吴欣听到副官的惨叫冲进房间 用自己的血迹退了女腰 月牙偷偷告诉吴欣 这个副官并不是什么好人 平时仗着有大太太给她撑腰 便逼着失宠的义太太伺候她 十二义太就是受害者之一 这时大帅的儿子又中邪了 顶着一团绿光拼了命地往外跑 等吴欣他们追上来时 只见大太太跪在地上 像是被什么吓到一样 她夺过大帅的枪对着脑袋扣动扳机 吴欣再次利用自己的血 逼迫十二义太先生 众人把她围了起来 十二义太导出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本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妖 无意间救了大帅一命 她不顾妖族的反对嫁给大帅 却遭到大义太的排挤 大太太联合副官和九义太对她示意酷刑 然后活埋了 幸好她是狐妖利用法术才逃离出来 九义太明明自己偷人 却把所有的罪名都塞葬到我的头上 你算准了我回来烧尸体 有事发蛊惑人 让她连夜挖了一条岸道钻不去 带给你躺在那里备活 她说自己没有滥杀无辜 只是让陷害她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她给大帅的儿子下轴 是希望大帅可以回心转入 大帅听完给十二姨太道歉 原谅我 我真的错了 大帅说有个东西想送给她 接着把符咒贴在她的额头 十二姨太得知被骗便朝大帅袭来 幸好无心及时出手把她打回了原形 大帅想要一枪崩了她 无心动了侧影之心将她阻止 她说明天自己会做法超度狐妖 她让月牙带着符咒和一团狐狸毛 去郊外的土地庙找她的一个故人 月牙按照无心的嘱咐烧掉符咒 接着一缕黄烟飘过 化身一个妖劳的女子 她便是无心的故人大白 大白利用障眼法调包了十二姨太 看到狐妖被除 大帅想要感谢无心 却被无心拒绝了 他说要谢就谢自己的好兄弟顾玄武吧 就这样顾玄武成了大帅的心腹官 这使青云冠的掌门找到无心 原来是月起罗去了趟青云冠 他让出臣子给无心捎句话 你去告诉无心 别以为靠这个什么狗屁大帅就能躲一辈子 我和他的事 还没完呢